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历学人杂志的单元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这首歌 很酷 是两个 就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当中 都非常非常知名的音乐家 一个是对我们来说 有点遥远的古巴 另外一个是更加遥远的塞内加尔 好 所以这两位歌手 他们在2012年相遇 那彼此之间都对彼此之间 虽然隔着非常遥远的海洋 两个很陌生的国度 但是却对自己彼此之间的 这个音乐的呈现 觉得心意相通 一位叫做Omasosa Omasosa是来自于古巴的 一位钢琴 爵士钢琴音乐家 那另外的话是Sakurketa 他是来自于塞内加尔 是一个昔日 马里凯塔王国家族的后裔 所以事实上在当地 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富有盛名 然后他甚至在他们 塞内加尔 等于是非洲的一种柯拉琴 还自己发明了 创作了更多的一些作品 所以有点些复兴 或是说发扬光大 柯拉琴的一些音乐 所以他后来到英国去发展了 这位Sakurketa 他陆陆续续得过好几次 英国BBC的世界音乐奖的提名 跟获奖无数 后来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五重奏 他跟这位我们刚讲到 来自于古巴的钢琴音乐家 这个Oma Sousa 等于是相遇了之后 两个人 Oma Sousa现在人是在美国 所以两个人共同的 在2019年的时候 合作了第一张专辑 那重点在于是 我们现在听到这张专辑 他们在疫情期间 在疫情期间的话 他们为了想要能够去 用音乐去抚慰人心 去带来希望 所以共同创作了这个 叫做苏巴trail 这样的一张专辑 所以我们听到的歌曲 就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 叫做阿拉雷诺这首歌曲 那重点在于说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爵士乐的 来自于塞内加尔的一些音乐元素 还有两位都是 在他们各自的 这个国家的音乐当中 或者他们各自的国家当中 都是极富盛名 甚至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位 Omar Sousa 他还得过了美国的 葛莱美的七次提名 都跟这个拉丁的音乐 爵士音乐有关 好 所以呢 希望今天这首很特别的歌曲 让你感受到不同的 这个音乐的 这个好听的 这些器具 OK好 那回到现场来 我们一样的是 这个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 好哦 那我们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有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的话呢 一个呢 是一看到红色就知道是 大部分都是讲中国 那这次中国的话呢 并不是谈到他的什么地产啦 不是谈到他的这个经济 而是直接描述在这样的气氛底下的人 什么人呢 年轻人 好所以呢 这些对于中国来说 应该是象征的美好未来的年轻人 现在为什么持续的躺平中 持续的内卷中 这是一个话题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小绿人 小绿人呢 为什么挂点滴 所以呢 这边讲到的是 欧洲的经济呢 也一样不太妙 而欧洲呢 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我刚才在跟民众讨论 The sick man 这个病夫不是通常都用在东亚病夫 讲中国吗 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欧洲病夫了啊 好所以呢 欧洲的经济有多糟 所以呢 这两个话题 基本上都跟经济有关了啊 所以我们先讲 可能量体更大的啊 这个中国大陆 最近真的是引发全球的 蛮高度的关注啊 是不是可以度得过 这一波的地产连环报 还有呢 这个经济复苏非常疲弱的危机 这期经济有两个封面啊 就像蓝轩讲的 我们先来讲 刚刚讲的第一个封面啊 他是谈中国 希望幻灭的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讲 上一个世代的中国人 因为我想从80年代 以前出生的中国人 刚好搭上的是 整个中国经济起飞 成长的列车 因为从199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平均每10年就翻一倍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中国人 你只要很努力 你就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 太多的致富传奇 对对对 只要猪在那风口上都能飞 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话嘛 这个其实我们亚洲四小龙也曾经经历过 日本也曾经经历过 但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口 特别是现在大陆叫90后嘛 90后 如果你从1990后 90后20几岁 大概30岁了 过去这10年来 他们陆陆续续的进入了职场 也就面对了 看到了职场上 给他们加租 在身上的各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跟问题 你看 经济选拟就点出几点 包括说你看大学学的 后来工作之后发现在职场用不到 然后现在他们发现 你看就业机会 待会我们可以聊到 16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现在据经济学人看很多西方媒体的统计 都是超过20%的 对 嗯 再来我们都看到了薪资停滞 中国的通货面临紧缩 但是呢房价在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嗯 所以造成结果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 大陆很多年轻人都说要躺平 要摆烂要内卷 嗯 嗯 所以这起经济学人就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封面故事 不过经济学人当然也知道 呃年轻人想躺平 想内卷的不是只有中国啊 美国也是啊 美国不是快要quitting啊 这个 对对对我们也谈过快要quitting 就是说你在职 对啊 形同 形同没工作 没在做事情 对对对 这其实 对啊 然后美国18到34岁年轻人 同样是对未来非常非常没有信心啊 但为什么特别拿中国出来谈啊 主要是因为人口太多了 对啊 数量太庞大了 嗯 在中国光是16到35岁的人口 高达3亿6千万人 嗯嗯 所以你想想看3亿多人 如果都 呃 都躺平 哈哈哈哈 不用都啊 我就有相当大比例 想躺平 想内卷 遇到人生这么重大的压力的话 嗯 其实对这个国家乃至于全球经济来说 都是非常潜在的 不安因素 对啊 而且每一年每一年都有 这么多一千多万人的毕业生进到就业市场 继续躺平 如果前面的都已经躺成一片了 你觉得现在进到职场当中的人 他会怎么想 他会怎么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所以今年他们史上最大的毕业潮 所以呢 一般也被认为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失业潮 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 可是对我刚刚还在跟云冲聊 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体这么大照理说应该会吸收的了消化的 这么多的人才才是 所以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出问题了吧 嗯这个是大灾问啊 嗯啊所以经济学员这一期就很大规模的去采访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也上很多的社群网站去收集各种的名义 各种的想法 各种的意见啊 所以最后做成了这个专题 嗯 那经济人也很持平的说 当然了 呃 他们所采访人当中还是有很多人 是相信国家相信党的 嗯 还是觉得对未来是有希望的 还是正在努力力争上游的 嗯 这毫无疑问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发现网路上所盛传的躺平啊 呃内卷啊 呃不是空穴来风 的确是他们所采访的很多年轻人 都表达出对现在的 的压力之强大 以及对未来的 没什么指望的这种心情 所以他封面就直接写了 disillusion 嗯 就是幻灭的年轻人 嗯 OK好所以到底为什么啊像台湾的话很多的状况是面对到就对接不上 啊就是说呃其实不是没有工作啊但是你不想要做这份工作啊 所以呢你就发现说其实你会一方面看到失业率很高 所以需要就是他们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会发现的就业市场里面的很多公司找不到人 啊就是是求人求不到怎么办到处都在缺工就当缺工跟失业同时存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这个像是两个不同的平行线啊 所以台湾是这样子那中国大陆也是吗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嗯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呃小明聪来到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好这个封面故事呢 讲到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啊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说啊 总而言之经济学人杂志访问了很多人 去爬输了很多呢呃这个呃脸书的呃 或者说等于是网路上的文章了啊 这个发现确有歧视那为什么 嗯 其实原因很多啊 首先第一个 这些想躺平的呃 说要内卷的说要摆烂的 当然网路上也有一些批评 他们说年轻人才几岁 见了就给我摆烂啊 嗯 不经济学人说 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是没有努力 嗯 相反的很多人从念书开始 从小开始就努力的考试 呵呵 说他是今年的高考大陆有一亿三千万人去报考 嗯 那我想我们在台湾所有在压力中求学长大的都一定感同身受 嗯 但是呢 无论在学校的阶段你怎么努力的考试 怎么努力的写功课 其实都未必能够在毕业之后过更好的生活 嗯 嗯 那为什么呢 当然跟总体的整个经济状况有关 经济学人引述啊 大陆一个很大的这个人力网站叫智能招聘 嗯 智能招聘就发现一个现象啊 很多的大学生念出来之后找不到工作 因为over qualified 嗯 不需要你念那么多书 很多的工作不需要找你这样的人 他说在一线城市啊 在大陆的一线城市 over qualified的就是你多受至少超过两年教育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九 嗯 将近四成在二线城市更高大概百分之七十嗯 所以造成的结果你如果呃不想低救你就没有工作 嗯 你想要有工作你就得低救嗯嗯 这这有点像我刚讲到台湾的状况啊 嗯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到说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 因为大学能出来之后就觉得说我是大学生哎 对不对啊 所以那种高中的高职的国中的需要技能去工作就可以了的 他反而就觉得那我不要嗯 那我念那么多书干嘛呢 那问题是在于说社会上社会当中哪需要那么多大学以上的人去做 对不对 没错啊没错 所以基质教育反而重要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啊我一边看这一集的这个专题 我心里一边其实想到一直对照台湾的状况 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嗯 就是大陆量体更大就是了 所以呢 集体呈现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来的更加的吓人 比较惊人 而且他里面讲到就是这个over qualified的状况 我一直想到我以前你看二十几年前 嗯 我还在大集团工作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 嗯 我们公司要要印证一个外物 嗯 或者种物 总是出去跑堆送货的 嗯 送书的 结果呢 那天刚好有人来印证 是一个穿着西装 然后拎着公事包的 嗯 嗯 然后拿出履历表来 嗯 因为我正好坐在柜台那里 跟柜台在那边讲事情 结果那个履历一看 他就博士学位 嗯 然后我们柜台的这个 就跟他说 先生 你知道我们印证的是什么工作吗 我们要找了什么 嗯 他说我知道 我不介意 我需要这份工作 嗯 他可能心里想说 我本来想要去卖鸡排的 哈哈哈哈 这真实故事啊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嗯 那当然 年轻人遇到除了就业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 跟台湾也是一样的 就是房价太高了 嗯 太多年轻人发现他就算再怎么打拼一辈子 从现在的薪水算起来 未来根本不可能买房子的 嗯 以大陆的房价来说 我们都知道更加严重 这次为什么会发生 必顾也发生 恒大 一连串的这一群 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过去这种事情来 房价被炒得太离谱 太扯了 在中国2021年 注意哦 只算到2021年哦 嗯 呃 在大陆的房价以及可支配所得比 现在已经来到了25倍 嗯 比如说很多的 这个几乎是欧洲国家可能两倍以上 其实我们台湾也不遑多让啊 嗯 以前我们都说要不知不合 我记得年轻时候我我看到啊 不知不合要七年八年才买的那套房子 大家去看看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统计 尤其是大城市 都15 20年以上 嗯 不知不合才买的那些房子 嗯 所以我上个礼拜五 我才看到一个数字在讲到台湾 讲到说十年前跟十年后 十年前的时候呢 你想上台之前 当去批评国民党主政的时候 觉得说你看 贫富差距这么的高 这个就是用20等分去看它的话呢 最上面跟最下面 差了好像几倍吧 六倍左右 十年之后一样 嗯 变了六点五倍 所以就是贫富差距一样大 所以反映出来就是低薪的问题啦 没错 你薪水而且还被通膨吃掉的问题 搞不好还不禁反退 这也为什么这期经济学人 有做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啊 因为他们到百度天霸 我刚才不是讲吗 去收集各种民情啊 他们收集了十几万则贴文 2019到2023年之后就发现 他们统计啊 的确在所有的世代 80年代以前出生的 以及90后 其实相较之下 90后是最悲观 负能量也最强大的 嗯 因为以上的这种压力 为什么要特别谈 因为它不是只有 个人生活上的 心理上的感受而已 因为它连带会是 一整个社会跟国家的问题 嗯 你想想看 所以大陆 其实台湾知情人也一样啊 不是之前 现在也一样 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约会 不约会了 不约会也不婚了 嗯 不婚也不生了 嗯 所以 再往这样子发展 未来的社会 会不会潜在的更多动荡的因子 未来的政治 会不会潜在的更大的变数 嗯 所以经济学家里面 有讲的蛮完整的 包括像 习近平 他说当然也知道啊 所以才会喊出共同富裕 共同繁荣 就希望可以 啊 至少改善 目前的贫富差距的现象 那当然刚刚讲了房地产的问题 跟台湾一样啊 你不觉得就是过度炒作 所带来的恶果吗 然后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说 其实也有很多过去过度膨胀 的现象 所以去造成今天 呃 很多的工作 就算有工作找不到人 还是有很多人 是找不到工作的 对啊 所以就讲到最后 它是一个不分政党的问题 就是它是 每个国家甚至不分不分国家 它是一个世代的问题 只能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如果你用政党去讨论它 就很像那推卸责任嘛 就好像哪一个政党执政 特别会怎么样 事实上不是 对台湾来说 一样是非常 艰巨的问题 而且你刚刚这样讲 我还想到 你看像日本 日本的话呢 呃 社会事件 然后呢 这是过去我们认识的 日本 可能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最近南韩更严重 它也是同样的状况 就一大堆呢 呃 觉得我为什么如此的人生不公平 为什么遭遇到那么多的挫折 全天里啊 就我最可怜 所以呢就拿起刀子 然后就到街头去杀人 然后呢 发生很多起 到现在为止 几乎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都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发生 都是年轻人 所以他其实 他对外是去伤害别人 对内就是自杀 自杀率 自材率越来越高 其实这都是 都是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 其实真的还蛮严重的 没错 没错 就像你说的 这是一个跨国性的现象 当然只是说 这次经济学人 他焦点放在中国 嗯 对啊 那所以 然后呢 他有任何建议吗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任何建议 嗯 OK 不是啦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提醒大于建议 因为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 西方国家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刚才讲 那里只有韩国 美国不是一堆的枪击案 也都是很多 年轻人 你完全不理解他 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也都是某种的社会 跟心理氛围所造成的 当然 这一集如果要补充的话 我会跟你说 他其实还只有很多西方观点 在这个专题里面 嗯 比方说像这个封面 嗯 他其实就放一个 一个女生 呃 丢了帽子 就是要脱对了 人家不想 不想再朝着同样的梦想前进 OK 那为什么专门讲女生 啊对 他其实还有一部分讲说 中国的职场对女性 又特别的不公平 所以 在这样的气氛下 其实他特别点出女生的 在里头的角色 可是 金玄人说 他们自己这个封面啊 内部都有争议 因为他们认为 还是很刻画刻板 强化了西方人 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嗯 类似像这样子 不过 anyway 我觉得 呃这个专题值得大家找来 看一看中国的现象 那你一定会跟我一样 我觉得 会对照到台湾 嗯 以及美国 欧洲 亚洲 日本 韩国的共同的现象 所以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嗯OK 我们休学回来呢 再看看德国也怎么了 嗯 回到蓝宣学听 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接下来一个封面故事呢 呃 讲的是德国 呃 德国这个看起来真的还蛮可爱的 但是呢 是一个挂点滴的小绿人 所以显然的 他走在行人道上 呵呵 这个呃 道路不是那么畅通 欸 但是我觉得很毒的是 他的呃 这个标题写的是 Once Again 嗯 是又一次欸 所以呢 等于是德国在在欧洲是个欧洲 并夫还不止 一次又一次 我怎麼不太有意思 這是有典故了 這是原因的 因為經濟學人曾經在25年前 創了歐洲病夫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他沒有開玩笑 很年輕的年紀很小 所以25年前經濟學人曾經就 創了這個名詞 來形容當時的德國經濟 如果大家回頭想起來的話 當時德國在整個全球的競爭力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憂心 相較很多新興國家 相較美國 真的不記得 太年輕了 Anyway 但那是1990年代的事情 因為兩德統一之後 東德加入的德國 有點拖累了整個 面臨很多的問題 但從2000年以後 開始德國展開了一連串的改革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一整個 從2010年代 德國經濟的黃金時代 但是為什麼 once again呢 因為經濟學人這一集是說 德國看起來又不行了 因為從200 雖然從2006年到2017年 德國的經濟outperform的表現 比其他的歐洲國家非常接觸 幾乎可以追上美國 可是呢 現在正面臨的經濟衰退的危機 面臨的經濟停滯的危機 今年2023年 它可能是主要經濟體當中 唯一可能會出現經濟衰退的國家 負成長啊 是 然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這是國際貨幣基金說的 未來這五年 德國的經濟成長會比美國 比法國 比英國 比西班牙還要來的慢 是喔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俄烏戰爭這個能源 然後天然氣 然後德國過多依賴 這都是原因 但是為什麼 照理講幾個歐洲的經濟 其實應該都要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它讀讀的更糟 沒錯 因為德國有它自己 比較特殊的問題 這期經濟學院 有點出了幾個重要的分析 整體來說當然沒有錯 剛剛講東亞病夫可能重了一點 因為相較於 歐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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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講東亞病夫 整個狀況失業率現在大概3% 而且相較於90年代 德國現在也更富裕也更開放 可是呢有8成的德國人 對未來是沒信心的 原因就在於幾個以下幾個重點 因為第一個 在新科技的衝擊之下 其實德國在科技方面的投資 是嚴重落後的 特別是IT產業 德國在IT上的投資 佔GDP的比率 是美國一半不到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再來第二個 難怪他要不斷的呼喊我們的台積電去那邊設廠 對 真的是 他非常非常需要我們的台積電 其實你這樣講 我大概知道 因為德國在工業革命之後 他其實一直是一個工業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但是當你的整個的產業跟經濟的趨勢 走到了一個非工業 而是一個科技 數位 網路的時候 他似乎他的基本建制真的是沒有跟上 沒錯沒錯 再加上德國因為做事一板一眼 所以他的官僚文化 也是相對在先進國家當中最嚴重的 人家都講紀律 你講他官僚 在講優點的時候就要紀律 缺點的時候就要官僚 所以這一集經濟學員 其實除了Leaders這篇文章之外 他的歐洲頭條 談的就是德國 而且他標題很毒 他說德國正在成為 叫做墮落的專家 對對對對對 有點自我毀滅 自我毀滅 自我毀滅的專家 這好像我在形容國民黨 不好意思啊 好為什麼 因為比方說他從幾個指標來看 在取得營業執照 因為我們知道 所有國家如果要吸引外國來 要吸引鼓勵大家投資 整個作業要越簡化越好啊 讓創業家可以省下這些麻煩 更專心去賺錢啊 但是呢在德國你要取得一個營業執照 平均要120天平均 平均120天是什麼意思呢 是比整個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成員國 長了一倍 多了一倍的時間 也就是說你想創業可以 你去法國開公司 會比在德國開公司快一倍 所以你要省下很多的文件處理 各方面的麻煩 其實是非常多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德國自己的官僚體制 經濟選人認為是必須在未來 趕快加進腳步去改革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當然有地緣政治 現在跟俄羅斯之間 跟中國之間 特別是中國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 經濟 德國經濟社會這麼成長 靠中國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那等於是他的cash card 他的現金融 但是經濟選人說 現在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cash card不在了 我們之前聊過 德國是所有歐洲國家當中 經濟最依賴中國的國家 去年德國跟中國之間的雙邊貿易 高達3140億美金 但是呢 現在因為美國說要脫鉤嘛 然後要降低風險嘛 那德國只好跟 那美度也不太想跟啊 對 但是他就算不跟也不等於就沒有傷害 因為比方說像汽車產業 中國現在自己的本土企業正在崛起 你看像電動車 他就吃掉了 未來恐怕不再需要德國 所以這個也是未來德國 像汽車產業 很多的重工業 面臨的一個危機 因為當中國對他的需求越來越減輕之後 那請問他下一個市場在哪裡 這是在地緣政治 再來還有能源轉型上的壓力 我們之前也講過 怎麼又是這個樣子 德國對俄羅斯的依賴 也是整個歐洲國家最深的 為什麼 因為德國的工業很強 而德國工業用電的佔比 是相較至其他國家都非常高的 也因為工業用電佔比高 所以他格外的依賴俄羅斯的石油 可是現在因為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又針對的俄羅斯來 所以未來德國又不可以 再繼續依賴俄羅斯的油 還有天然氣 也不能依賴它有天然氣 可是德國我們知道 核電行不行 他又不肯發展核電 不行他都用買的 他嘴巴都說我們都用綠電 但是他跟大國買了很多核電 對啊所以他剩下的選項是什麼 他沒道理又回頭去擁抱用煤發電 所以他們去年才重新確認 他們這個所謂的飛河目標 沒錯 所以很難再 是沒有再轉圜的餘地了 所以他唯一最後一條路可以走 當然是要做新能人 這是為什麼德國總理喊出的目標 是現在美國 德國必須每天要蓋出 三到四座的風力發電機 每天喔 可是實際上 可是實際上經濟學人說 就是我們一開始 他不只是IT投資不足 他在新能源部分 在過去這十年來 也因為某種的自滿 所以忽略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嚴重投資不足 所以現在我們剛剛講 他目標是希望每天 可以三到四座風力發電機 蓋起來 但是實際上只有一台左右 所以按照這個目標 按照這個速度下去的話 未來德國在產業上的用點 也一定會吃緊 所以這是能源 我最後再講一個就好了 人口結構 因為德國也同樣是一個人口老化的國家 人口老化也意味著 他未來的人口 未來就業進入職場的人才也會相對少 所以意思是說經濟學人說 未來德國工業發展跟創新所需要的人才也會不足 所以以上這些都是構成 德國接下來要去正式 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他這一期 這個小綠人是東歐的 這個交通燈的小綠人很有名 所以德國 戴這個帽子嗎 對對對 兩國德統一後本來一度還說 我不要用東德了 可是後來 因為東德我也是看到 太可愛了 共產那時候諜報片什麼都是在通報 所以太可愛了 所以他就用這個小綠人 讓他掛著點梯 要去醫院急救 要去想辦法救自己 他倒沒有一定說他救不了 我基本上是一個必須去 對不過問題天然真的很糾結 因為你剛講到光是能源 你就知道說 一方面還涉及到說 他們國內政治像機密黨 他現在已經越來越 越沒有辦法 這個hold住整個局面 所以他必須跟綠黨 一起聯合 組成聯合政策 綠黨在能源當中 當然是堅持這個風力發電 等等他怎麼會讓你 再重新去擁抱核能呢 所以他很多問題 就繳在一起就是了 對對他其實最後的問題 就是點到政治上 因為現在德國 現在是聯合政府的狀態 然後各自有各自的路線要走 所以沒有辦法 很正式所需要的轉型 沒錯好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怎麼去解決 如果就事論是可能還可以 這個解個套 但如果說中間參雜到政治 夜市形態等等 可能問題就來的更加複雜 我們休息回到現場 好回到聯繫學金 繼續和顯英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最近的話呢 國際之間很多的一些國際性的會議峰會 陸陸續續登場 剛剛結束的呢 是美日韓很特殊的 我想攸關印太攸關中國攸關 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峰會 那這個禮拜的話呢 有一個也蠻受到關注的 那就是金磚五國的峰會 那這五國峰會的話 在南非舉行 那除了這五國之外 我想這個之前的話題是說呢 中國想要壯大 這個金磚五國 所以想要廣發進英雄鐵發出了七十幾張邀請函 然後呢說希望能夠有四十幾個國家 多則少則的話二十幾個國家 全球南方可以加進這個呢 非西方的體系 所以你會知道說呢 這個金磚五國目前被賦予很很大的一個 地緣政治跟地緣經濟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是 要把小金磚變成大金磚 嗯 是 沒錯 這是中國的目標 所以這一期經濟學員 在他的International欄目裡頭 就變非常非常長的文章 嗯 我光是用聽的 我聽了快半個小時 二十幾分鐘 是喔 OK 但很好 他很完整的 如果大家關心金磚四國也好 五國也好 未來的可能發展 跟他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的話 一定要去參考這一篇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2009年高盛喊出金磚四國之後 嗯嗯 他們就 本來其實就是一個投資的話題 就是嘛 一個包裝就是了 結果發現 中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都覺得有機可乘 不錯耶 這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讓我們可以坐下來 成為一股好像新的力量 所以當時就真的這四國成立 組成了高峰會 OK 那隔一年呢 就覺得好像 有了 對 有了亞洲 有了歐洲的俄羅斯 有了南美洲的巴西 他缺了一個非洲耶 然後非洲當時也正在說崛起啊 怎麼可以少了 而且中國現在必須趕快跟非洲交朋友 所以就提議 把這個南非 就是非洲最有代表性的國家給拉進來 所以 原本的金磚四國的B.R.I.C 後面加了一個S 所以變成的金磚五國 嗯 那曾經一度大家覺得啊 未來希望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都看到了 2010年以後 這金磚五國當中 至少有四個國家做了中國之外 經濟其實一直都停滯 嗯 其實你看像南非啦 印度啦 巴西啦 在整個2010年代 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一趴 嗯 相較於中國 中國還算好的 雖然最近很多的狀況 可是他平均在過去 呃 年成長率有6% 啊 所以呃 在過去一度 大家覺得啊 這個話題結束了 也沒什麼投資上的搞頭 但是 這一次 高峰會之後 大家開始要重新去證實 這件事情了 因為看起來 呃 中國跟俄羅斯 巴西跟印度 都想好好的拉抬 這一次的 呃 這個這個 呃 金磚五國的可能的氣勢 為什麼呢 金磚四就分析出幾個原因啊 因為第一個 對這五個國家來說 金磚五國這樣的組織 雖然他也許可以像G7一樣 非 強制性 也沒有那麼嚴格的什麼樣的規範 但是 至少提供一個平台 用這個平台來幹嘛呢 來批評這些新進國家 哈哈哈哈 來質疑這些新 這些西方國家 然後再來第二個 經濟群人說 呃 有這麼一個組織呢 也讓這些國家帶來某種的 呃 他叫Prestige 叫尊榮感 嗯 嗯 我說新興國家裡面比較重要的國家的意思 哈哈哈哈哈 OK 有個俱樂部的感覺 哈哈哈哈 再來呢 呃 有了這樣的一個組織 對於某一些 呃 人緣不好的國家領袖來說 他也可以帶來某種的溫暖 哈哈哈哈 他说比方说当时的 就是前任的巴西总统 那个Bosserano 他本来在国际上 重大的盟友叫做川普 所以后来川普下台之后呢 他需要朋友啊 所以就更积极的去拉拢 金砖五国的另外四国的成员 那么他自己也下来了 是但现在俄罗斯的普京 还没下来啊 所以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 我是不是听你分析到现在 你分析到第三点了 都还是一些心理层面 跟精神层面的原因啊 怎么这样呢 有啦 但就是其实这只是讲而已啊 但实际上对于这五个国家来说 他有非常重要的实质的意义的 我觉得有点地缘经济 跟地缘政治的意义在里面了 完全没错 因为这几个国家 目前在全球的GDP的占比越来越高 贸易的占比也越来越高 相较之下G7的国家 在全球GDP的占比 现在不断的在下降 那未来中国为什么希望 把小专变大专 就是因为就是希望 可以把更多国家拉进来之后 成为一个可以跟G7 这些欧洲先行国家 分庭抗礼的组织 是啊 没错 但经济学员其实也分析了 这是中国要的如意算盘 没错 可是实际上恐怕不容易达成 为什么 因为不要说大金砖好了 光是小金砖自己 这几个国家之间差异就还是很大的 你看这五个国家里头 有极权的有民主的 有比较有钱的也有比较穷的 你看像比方说俄罗斯跟中国算是里头比较好的 印度就是这五个国家里面最穷的 以人均所得来说印度的人均平均人均所得 只有俄罗斯跟中国的五分之一而已 OK 所以而且不要忘了 这另外四个国家 现在可能因为国际大宣传的关系 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差 他们也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差吗 是 经济学员最会引述的数据是 在南非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占40% 在巴西有48% 印度感染更高现在是67% 其实问题是这些国家以前都是反美的 但他们显然对中国也没有因为反美的关系就比较喜欢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蛮大的困境 嗯 这必须必须去面对的了 就是说但刚刚讲的是一般的民意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政府在官方的层次 目前这些国家都还是尽可能的跟欧洲国家保持距离嘛 你看虽然拜登一直想拉拢莫迪 但是印度很清楚知道美国你们这些白种人不会打从心底尊敬我们这个国家 要帮我们当朋友的啦 所以这个是现在金端 但无论如何都不得无国 未来你刚才说那个他说要广邀七十几个国家 是啊是 经济学人说最后可能不会这么多 嗯 因为经济学人自己有去调查 嗯 他自己去找了呃目前正式有提出希望加入的 嗯 以及南非目前为止说有要加入的 嗯 以及没有说要加入可是已经有派外交部的官员 就比较有实质行动的 有实质行动去参加的 呃从这里他们去归纳出他们认为有十八个国家机会比较高 嗯嗯嗯 OK 所以如果这十八个国家加入之后成为一个大金专 那么未来这大金专在全球人口的占比会高达三十二亿 占了百分之四 哎四十六亿占了百分之五十八 就是六成人口是在这个大金专 其实小金专已经够多了 嗯 已经有占了四成人口哦 相较之下G7在人口上占了百分之十 嗯 如果从GDP来看 大的大金专 未来的在全球的GDP占比会高达百分之三十四 嗯 哎三十四大概三分之一 不要小看的三分之一 他已经是整个欧洲的两倍大了 嗯嗯嗯 但重点是他们如果可以去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的话 不管是政治上的分歧 经济上的分歧 不然他们自然有共通点啦 就比较反西方就是了 没错没错 而且而且经济学院点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说不管未来怎么去发展 嗯 他们就算里面还是会嘲嘲闹闹 但是这个金专五国到大金专的合作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在过程中他会实质的带来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强化 嗯嗯 ok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南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好一路聊下来的话呢 整个国际局势坦白讲还蛮 压力还蛮大 对我我刚也是这个感觉 蛮沉闷的 就是我们这个事在面对挑战还蛮多的 所以讲个比较好比较比较振奋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科技的进展非常快 不坦白讲科技进展太快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啦 但不管总而言之科技进展很快 现在不只有电动车 嗯以后会有电动飞机耶 我觉得还挺不赖的 本来就我忽然想到 刚那个文章 读起来其实蛮长的 所以我都用听的 然后当然听的时间也很长 可是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所以我刚有一度声音突然没有关掉 所以我还想起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你在讲歌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杂音 听到一个声音 对 所以就是你 我后来发现是我这个 他可能有时候进去你们当晚也来听一下 OK好 Anyway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聊个轻松的话题 谈飞电动车 电动飞机 电动飞机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电动交通工具啊 你看到电动脚踏车 有电动摩托车 电动滑板车 电动汽车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还没有再谈到电动飞机 为什么 当然因为先听上的限制 第一个电池比较重 就是啊 飞得起来吗 可以啊 我想应该可以飞得起来 当然还有动力速度等等的问题 还有续航 续航 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那个电动飞机或者电动飞行器的产业已经相对 满成熟的了 只是就等着这个今天 一集哦 那现在呃像这种电动飞行器目前有两大方向 经济权这个文章其实很好玩 一个是比较小型的一个是比较大型的 嗯 所以小型的呢 它叫做呃 它是像直升机一样 它可以垂直起降 嗯 嗯 然后可以 它是全电动的 嗯 大概可以搭载三到四个人 听起来是短距离的 短距离的没错 嗯 那其实时速也不错 可以 嗯 据说可以时速300公里 嗯 嗯 然后也因为它相对的是比较安静 所以 你看我们可以我从家里搭个这个来中广上节目 啊 应该是 不会影响到邻居 不会像传统的飞机 会吵大人 而且它比较可能在城市里面降落吧 是 因为如果大飞机怎么样降落啊 你这直升机可以直接降在每个屋顶上啊 什么之类的嘛 是是 那据说呢 这样的类似的飞行器 全球有大概400家新创公司正在开发这个东西 是 嗯 Morgan Stanley的估计是到2040年 这整个这种飞行器的市场会高达一兆美金 嗯 这是一种 但经济学人后面还有提到另外一种 呃是比较大型的 嗯 因为刚刚讲这个毕竟距离是比较短 对 嗯 要是搭成百人还是 目前了 目前还是有科技上的限制没错了 其实不止科技上的限制 还有价格上的限制 我刚才讲说那种那种三四人四人五人做的哦 售价起码是一百万美金 到四百万美金 我又没有要买直升机 我只是要去搭一次不会那么贵吧 你说一百多万当然是 嗯 要买个直升机就是了是不是 哎呃 对啊 要不然 对啊 对啦 当然未来可能有工程对不对 是啊 UberFly 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它应该是一个一次性的交通工具嘛 就我今天可能城市塞车的时候 其实以前经常讲过说 直升机可能是一个替代方案啊 嗯嗯 它它可能就是变成 就是我可能叫Uber的时候 我可以除了叫地面上的 还可以叫天空上的 然后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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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空文領域的開放程度就非常的低 其實美國現在也很有爭議 歐洲也是一樣啊 因為涉及有隱私的問題 涉及安全的問題 所以經濟學有說 像這種Technical Certification 技術的認證 相對於是未來很大的阻礙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科技上面 已經應該可以克服了 只是說有更多其他的部分 必須要因緣俱足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也可以給這個要躺平的年輕人 就年輕人看起來雖然外來還沒希望 騎來搭電動飛機 可是你看你們的未來 可以在K公公上面飛著上班 多好 飛著不上班也可以 飛著去玩也可以 是啦 其實我覺得這創新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世界就是偶爾在變 如果你要回到舊時代是不可能的 驚喜選舉也講說 我們剛剛那個題目說 你要回到過去是不可能 所以像德國一樣 你就是得往前去想 就是得往前去做準備 抓住機會嘛 希望無窮的啦 謝謝神韻秋 謝謝拜拜 I like 103 I like Radio